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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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一点点想象空间 OK 因为跟我拖延太久 他急着回家陪女儿 所以态度有些急躁 完全看不出来 刚刚被我干过屁眼 那些爽翻天的样子 妈的你 靠北 你要随便乱念照 这烦的啊 我在街角下 看着即使过去的车灯 一股难以形容的失落感 被主人弃养在路边的小狗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拿起手机 再次回拨西勤的电话 在汽车旅馆 看到西勤来电 我又惊又喜地接了起来 但才唯一声 对方就挂断了 后来 不论回播多少次 都没有接通 我挂断电话 不禁叹了一口气 小学时代 突然举家签讨的灵解也好 大学时代 不告而别的西勤也好 甚至 是最近失踪的乔林 为什么我喜欢的人 都要离我而去 废话 因为老二老是在做怪啊 你干了多少女人 你看看 真是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离我而去 忽然手机来电 失忆的我吓了一跳 慌乱的接通了电话 只见只听见手机传来 陈辉带着笔音说 还要鼻音哦 学长 你说我一天接电话 干好难哦 人家得力好久哦 吃吃脑很gay掰的娃娃音 你要那个男的装娃娃音男的 拜托 我还要捏住鼻子 你还没吃啊 抱歉 我稍微拖延了一会儿 他干嘛不接手机啊 好烂 觉得没有那个feel你知道吗 该不会又跑去跟人解开房间了吧 女人直接真可怕 我想比起直接承认跟你解开房间 这样讲应该会好一点吧 没有了 我只是 我只是去了乔丽家一趟 这听起来比没有比较好哦 人家好伤心哦 干嘛 听到他这般咳嗽 我心里愧疚吧 加深 我就在你家巷口 再等你五分钟 再等我五分钟 等下他去找林姐 干了一炮之后 这至少要花到三个钟头左右吧 那买个便当三个钟头 真的有点急吧 你知道吗 我猜的就是 感觉起来你去跟人家 QK呀什么的 应该也不是一个小时就坐得完的啊 等午餐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你等午餐等了三个小时之后 是什么状态 干 我安抚陈慧 就赶紧去便利商店买完吃的 跑到他的公寓上去 一进门 就看到他穿着朴素的睡衣 守在门边 像是在等主人回家的小狗一般 欢天喜地的迎接我 终于等到你了 陈慧就算感冒也依然有化妆 头发也有梳理 换做是乔丽 大概是全裸加一团烂法 连起身都懒得冷起来 藏在墙上 叫我把饭拿过去给他吧 当我把便利商店买的 微波厚的皮蛋瘦肉中 拿给他后 他却一脸震惊 学长 你竟然给病 你竟然给病人 买便利商店的食物 好寒酸啊 病人就应该要吃粥 干 但你吃什么 泡面 诶 难得对吃讲究的学长也会吃泡面 确实我打算随便吃就好 但就算是吃泡面也要选特别的 等一下他三个小时 不回来 然后呢 给人家买便利商店的皮蛋瘦肉中 这个真的很明显 他刚刚真的是 不知道去哪里 你知道吗 好 我把泡面拿出来 他立刻就认出来 那是日本进口的豆皮泡面 这是那个很贵的日 这是那个很贵的日本泡面嘛 嘿嘿 呵呵呵 好过分 我吃粥 学长却吃高级泡面 人家也没吃过耶 这倒是 你知道人家吃那个便利商店的东西 就让人觉得好像比较柔一点 求我啊 也许我会考虑分你一口汤 他很配合的 为我 他很配合我的演出不甘心的表情 但其实以他的财力 应该吃过更高级的东西 对啊 这个男 这个女生其实真的是 嗯 跟男生在那边演 你知道 结束了无聊的闹剧 我把泡面冲好 跟他一起在客厅用餐 一打开盖子 扑笔的清香 只叫人食指打斗 又要开始 又要开始心 那个什么 商品面 我夹起饱含汤汁的豆皮 一咬下去 那甜美的豆皮 溢出咸 淡咸的汤汁 营造出不可思议的口感 比起台湾的泡面 它的清汤 淡而高压 就算多喝几碗 也不觉得腻 前面体偏粗 有类似乌龙面的Q弹口感 小麦粉的味道较重 跟台湾的泡面 真的截然不同 真的假的 那个泡面可以有乌龙面的感觉 好像很厉害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吃乌龙面 我喜欢乌龙面的那个粗面条 弹弹性很高 嗯 汤里面 还有一些鱼板 与葱花 这些小东西也加翻不少 让一碗平淡的泡面 能多添几分色彩 丰盛 而不是高雅 我分几口给陈慧 他也觉得很好吃 不知是不是台湾泡面的口味 重复性太高 像这样清爽 又平淡的口感 反而令人感到新鲜 我和陈慧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饭 吃完后 也不忘享受豆花做甜点 种田的糖汁 与入口集化的豆花 像是振魂曲般 满足了我们的胃 什么叫振魂曲般满足了你的胃 让它小 振魂曲 这是什么意思 满足胃 好 振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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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孤魂吗 要被振魂 好像那个大逃杀第二集的副标题 就叫振魂曲 这个振魂曲是日本的翻译 事实上台湾这边一直都叫做安魂曲 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莫扎特写的一首安魂曲 但是那个什么 在日本它就叫振魂歌 你知道 满足了我们的胃 也平补了我们的心 再喝一口无糖的茶饮 人饱 精神爽 神愧坐在我旁边 不时的咳嗽 与醒鼻涕 我把面纸盒递给他 谢谢学长 是说你都不怕被我传染吗 哼 不是我自夸 我从小到大 感冒四处屈指可数 干 这个男的真的不怕死啊 对 是因为学长是笨蛋的关系吗 你才笨蛋 有锻炼的人 抵抗力才会好 他到底锻炼什么 锻炼老二是吧 什么东西啊 我本来还担心 他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闻到我身上有灵解的味道 但看来他感冒的关系 所以没有察觉 鼻子没味 那个闻不太到 所以香水会闻不出来 糟糕 接着 我把手机拿出来 又看了一下来电机 吸情的号码 只打来那么一次 让我整颗心悬在那里 他会不会像电影那样遇到危险 而想打给我求助 得不到答案 我在想象力就越发膨胀 哪里在膨胀啊 此时 手机的桌面显示乔丽的照片 我也开始想象乔丽的失踪 是不是有什么恐怖的阴谋 学长 是他矮子 你说这张照片吗 这张是我在跟他玩闹时拍的 所以他摆出这个 爱因斯坦的经典兔舌头表情 不是啦 我是说他上电视 我一看 才发现电视上的画面 真的是乔丽 诶 那是一个综艺节目的 那是一个综艺节目的外景单元 只见乔丽在一个 类似展展场的地方 拿着麦克风 对着摄影机介绍 一盘的文字显示地点 在美国波士顿 原来他去美国了 学长 那矮子原来是艺人哦 不是 乔丽他在电视公司做蝶幕主持人 他本来梦想是当新闻主播 但是他太矮了 所以被派到其他综艺节目做主持 当主持 当主播一定要 没有要很高吧 对啊 对啊 坐着好像没有 没有 主播也有那个啊 那个 也有外面的啊 就是外电的啊 气象主播 不是气象主播啊 就是那种外面 外面连线报道的记者 对对对 一开始通常要先做那个啊 然后才 才看看有没有办法进去 这样 但好像不一定 现在好像有些主播 是直接就 就就就那种 五间新闻的那种 就直接开始 就念了这样 OK 只见电视上的乔丽 讲着英文 采访当地游客 一反平时 邋遢随性的模样 电视上的乔丽 看起来稳定 又专业 我们沉默地 看着乔丽的介绍 似乎是有个台湾的画家 在这里办展览 获得不错的回响 展示的画中 有许多是宽高 超过两公尺的大型作品 乔丽站在一旁 更显得巨大 矮小 但画作中 许多密集的人物 细密的人物 聚集在一起 刻画得详细又生动 而那种远观硕大 就是美 近看密集恐惧症的 作画风格 我曾看过好几次 只见乔丽对着摄影机说 要来采访画家本人 对方进入镜头后 我的猜想获得证实 是他 他一点也没变 是西琴是吧 是他 他一点也没变 留着急腰的黑色长发 如黑水晶般 乌黑亮丽 穿着黑色系的衬衫与长裤 只有领巾女腰带 是亮眼的白色 175公分的傲然身高 不论在哪 都是鹤练鸡群的显眼 但总爱穿的黑色服装 给人莫名的压迫感 他的容貌 冰清如雪 冷中待雁 举手投足皆优雅 一瓶一笑 满气质 你看那妈 你是写打油诗啊 充满就充满 一瓶一笑满气质 满气质 我在卖东西 举手投足皆优雅 一瓶一笑满气质 即使在放荡自由的学校里 她也是高不可攀 可远观不可泄万的存在 学长 那个人好像是 西勤 是个像黑天鹅般的女人 一定要用动物来 守护兽是吧 这让我想要那个什么 圣斗士星矢什么的 你知道吗 那个 什么天马流星拳 原来他是天鹅座的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乔丽是个像猫一样 然后这个 因为这边下面这一个是 像狗一样的 他们的守护兽 电视中 乔丽和西勤用英云对话 讲述她创作后的心路历程 与种种措置 如今能在国外举办展览 被乔丽称赞是台湾之光 最后乔丽问西勤 是否有意重回台湾发展 她却回答 今后会继续在国外学习 节目很快就结束了 只留下单人在场的我 与不知该说什么的陈慧 旁边有只狗啊 后来我在网络上搜寻 发现西勤早已在美国 与别的男人结婚 改了个洋派的名字 以全新的名义发表创作 她的知名度 也不过是在这一年串红 有先生的金元 而得以自由发表创作 在台湾的环境 不适合艺术家生存 但在美国反而得到重视 她在那边 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啊 美国吗 谁在我心中的疑惑终于解开 原来西勤去美国了 但这不告而别 而且与别的男人结婚的消息 就跟林姐的状况一样 让我心痛不已 心痛个屁啊 每天干别人女人 妈心痛个屁啊 乔丽也是奇怪 跑到美国 也不跟我说一声 让我担心这么久 但她瞒着我去采访西勤 大概是想让我吓一跳吧 你看顽皮的个性 说不定就是打这种算盘 只是想不到 我会在电视上 看到他们的访谈 那西勤 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 又是谁把我跟林姐的照片 送给乔丽呢 你现在还是觉得 她在跟你开玩笑吧 我怎么觉得 她好像还在生气 因为她就不见很久 两天后 我在即将下班时 收到了乔丽的讯息 她要我去她家 我早早收拾东西 赶快往她家出发 到她后敲敲门 直接里头 她叫我自己开门 我用备用钥匙 打开进去 就看到她在浴室里的 快木桶洗澡 对我举起手 哟 好久不见 乔丽 我走过去 我走过去摸摸她的脸 想确定 脸前的人不是幻觉 干嘛 瞧你 你真的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离开我 是有点啊 我觉得那叫小别生 兴奋的感觉 你知道吗 真是的 我不是说过 不会离开你了吗 那你怎么去美国 也不讲一声 你怎么知道我去美国 就前天的电视上 哦 你有看到啊 哈哈 有没有吓一跳啊 何止吓一跳 哈哈 怎么 哈哈 她开怀大笑 你也进来一起洗吧 乔丽 我有好多事情要问你 看 我也有事情要问你 我也有事情要问你 还记得我们约定好 不准隐瞒彼此吧 边洗边说吧 这个声音好奇怪 我本来想问 关于西情的事 但看来我们必须 解释灵解的事情 我脱掉衣服 坐在浴桶外面 让乔丽帮我洗头 啊 好奇怪 为什么是这样子 你脱掉衣服 可是却在外面 那你不能先让她洗头 哦 同时解释 同时解释起与灵解重逢的经过 过程中 乔丽只是嗯嗯点头几句 几乎感觉不出她的情绪 乔丽 你很生气吗 说生气也是有啦 这就是像猫一样的女人 你知道吗 你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想跟你在一起 就跟你在一起 她不想跟你在一起 她就跑掉了 阿姆罗就这样子啊 你应该说猫 猫咪好像几乎都这样 猫咪都是这样子啊 猫咪只有喜欢你的时候 想跟你讲话的时候 她过来一屁股坐在你腿上 可是你去弄她 她一定会跑掉 对 会一直闪 对 乔丽把水淋到我的头上 冲掉泡泡之后 她把我拉到浴桶里一起泡 她说 我们交往 我们交往大概也半年了吧 是啊 做爱次数也超过100次了吧 绝对有超过 那你喜欢我吗 喜欢 跟你刚刚说的林姐比起来呢 我沉默 因为我也不知道 即使林姐改变了这么多 我还是不希望她跟别的男人结婚 但是要我离开乔丽 我也不要 这个男的就是那种 色情漫画里面 你知道 好 我面对面泡着走 她脚伸上来挑逗我的胸口 我跟你说 这次去美国 我有不同的想法 之前我觉得很不公平 你人生中有过不同的女人 但是你 但你是我唯一的一个男人 但我也不懂 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她的脚划过我的胸膛 按压我的乳头 然后又往下踩住我的阴京 靠北 What 要说喜不喜欢 我应该是喜欢你的 而这感觉 是不是所谓的男女之间的感情 我又感到疑惑 所以这一次去美国 我跑去参加了群交派对 靠北 What 为什么这么突然啊 What 什么 是的 我跟别的男人坐哦 干嘛 这女的好有趣啊 他边说边对我比个V手势 他这番光平正的坦白 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5分钟 5秒钟的迟疑 我才开始感到生气 但又觉得自己 没有资格生气的闭上了嘴 靠 我在一天之内 和10个男人坐了 10个 而且美国男人好大哦 果然不一样 说完 他又踩了踩我的小弟弟 等一下 你是踩油吗 还是什么 这一次也开脱了眼界 他站起来朝我靠近 他那毛发吸出的阴部 就在我眼前10公分 然后他双手拨开阴唇 对我展示那粉色的美丽花瓣 他们在我里面 射了好多进来 你能想象吗 比赛满满 精益流到处都是 我没等他说完 嘴巴凑上去吸轮他的阴唇 满腔的愤怒与不甘 让我更加激烈吸轮 等一等 他讲精益流到处都是 你去吸轮那边 你是谁啊 你脑袋有问题啊 What 你好冲动跟平常不一样 他抓着我的头 声音充满欣喜 接着他一脚抬起 踩在玉桶边缘 这为什么觉得很像 Baltista棒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那个他把脚 你知道这个姿势他靠过去 然后你把脸凑过去 然后接下来一脚抬起踩在玉桶 我就觉得好像快摔了 你知道吗 哇 踩在玉桶边缘 让我更能灵活的游走在他的花蕊 与猪 这个怎么念啊 猪鱼之间 这是什么 这是 阴地吗 猪鱼是什么 花蕊是阴唇吗 OK 好 就在我一想起身 把我挺立的肉棒插进去时 他却阻止了我 今天我想尝试不得 呃 今天我想尝试点不同的玩法 进口的小 靠 妈 哦 他把我引挡到床边 用浴巾擦掉身上的水分后 就要我躺到床上去 他跑到我身上 含住我的羊鸡 又稀又甜 这久违的口气 让我舒服的快爆发了 当他抓紧时机 掐住我的根部 阻止我射出来 靠北 这样子行吗 不舒服 才刚刚开始呢 才刚刚开始呢 他不知从哪 拿出绳子 把我的双手绑在床柱上 乔丽 你这是干什么 哼哼 我要鱼肉你 这是哪来的文法 他这是哪学来的文法 所以我个人跟林姐修了 非常多直白的联业用语 但是被乔丽这么说 总觉得尴尬 其实这画面有点可怕 你如果有看过第六感追击令 我就会怕 你知道吗 你如果有看过第六感追击令 接下来就是很可怕的画面 这就把插死这样子 没有他拿出冰锥 然后插人家的脸 那个女生拿 就是在在作爱的时候 拿出了 育场的冰锥 然后插在那个 正在高潮的男人的脸上 什么 然后就是那个男人就这样不要弄死 而且那个在弄死的时候 那个女生 那个男生的棒棒 还在女生的身体里面 你们可以去看这部片 那个真的是让你前面就是拍的 让你脸红心跳 那个什么老二杠起来 然后突然间 你就要软掉了 因为他就当场让他 当场把他杀掉 这样子 真的死了 所以我会建议两集一起看吗 我没有看过第二集 我只看过第一集 那不一样的导演 所以看第一集就好 如果你还是想要再看他的话 那个 OK 好 哦好 接着乔丽扩上我的腰 包了肉棒 挤入他那狭小的硬道里 那熟悉又紧实的酥爽软感 酥爽快感 我感动得像他飞上天一般 虽然平常乔丽喜欢背后味 但今天却是面对面的骑尘味 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做了 我反射性的想伸手抱他 但是双手被绳子绑住 虽然很舒服 但是也有种不安 以前好像有哪部电影 有看过这样的床戏 怎么就说嘛 超危险的 这不好吧 几番摇摆 我们终于迎向高潮 在他的深处里 像火山爆发一样 喷出火热的白灼精蚁 一抽又一抽 把我炸得一干二净 那果然好棒 就算跟其他男人做过 我还是喜欢你的肉棒 他微微喘着气 身体倾斜像一般 虽然美国人比较大 但是印度根本不值一提 还是你的好 就算射了 还是这么坚挺 你放屁啊 靠 每个美国人印度 没你赢 他的手伸向船下 这就是第六感追气令啊 靠北 像这么棒的男人 我实在不想让个别人 啊 真的啊 直接乔丽从床上拿出一根细长的 我从没见过的东西 等下他是要拿捅你皮眼还是什么 冰锥啊 天哪 这个这个文雄果然是看过第六感追气令的 真实 alright 好啦 还好你看过射玩马上被切掉了 这什么东西 what ok ok 好啦 这是今天 的小黄文 辛苦了 其实里面有很多 其实里面有很多剧情 就是没有今天其实色情的部分不多 对 嗯 好吧 差不多啦 今天晚上是1点48分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耶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那我们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再见咯 goodbye 下礼拜有很多强档 那你就去看吧 对 我觉得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看强档 goodbye bye bye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 我们现在看到霸王龙选手被美女克莱尔 举着信号弹拧进雷台了 霸王龙选手挑衅帝王霸王龙了 哎呀的观众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两只霸王龙展开了激烈的攻防 霸王龙企图攻击帝王霸王龙的颈部 不断撕扯 帝王霸王惨叫为声 而第二下却闪开了 还给霸王龙依左掌击打 右手把霸王龙头往下压 顺势做出了抛摔 霸王龙失去平衡倒闭了